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終於到了你們等了很久 然後我又試了很久的Foundation Reveal 終於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都試得很徹底底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他們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三款專櫃品牌和一個開架品牌 Colourpop那款會另外再拍一條影片專用Low Filter Collection 所以今天先說四支粉底 如果你有興趣看我這個Foundation Review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事先聲明 我的膚質就是超級無敵三個機 然後是完全不出油 我是連宵夜吃都不會出油的人 之後會脫皮 會很乾乾到脫皮仔出來的皮膚 所以在我身上是不會測試到它的控油能力 還有會不會因為出油而溶妝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油性肌膚的話 你可以跳過這條影片的 我不介意的 因為我和你是相反的 我們就由Magic Foundation開始說了 這個是Shilok Tuberi的Magic Foundation 它的瓶身是很漂亮的薄紗玻璃瓶 然後上面是玫瑰金的蓋 它擠出來也是一個挺挺身的 你會看到它是很慢很慢 有一點點會流下去 然後你擠開它 我現在是太黑的 這支粉底對我來說現在太白了 它是會有妝感的 它是一個高遮瑕的粉底 已經不是中至高 它是直接去到高的了 所以如果你那一天需要一個完美肌膚的話 這一支是非常適合你的 我自己是在Selfrages.com買的 就295元 香港現在有Counter 如果我沒有記錯就400頭 我覺得400元也值的 它也值400元 但如果295元就是超值 如果現在夏天的話 我就不會用它 除非那天有什麼活動 我很需要全遮瑕 然後有一個很完美無瑕的妝 我才會考慮用它 因為它會做到一個很漂亮的陶瓷肌妝感 但如果夏天日常的外出 我覺得它就太有妝感了 而且它也算是一個保濕又持久的粉底 如果我在冬天的時候用 是絕對不會脫皮 然後整天都會維持得很好 妝不會變暗 不會變黃 不會變灰 所以我是超級喜歡這個粉底 只不過在夏天這個情況 兼且我又曬黑了這麼多不適合色 我就會等到秋冬的時候 才會再拿它出來用 然後就是我買了這麼久 你們等了這麼久 問了我很久的YSL One & Glow的粉底 這個YSL的粉底 香港是賣440元 我在Selfridges買 我超級壞的 我在Counter試飾 然後回家自己上網買 是310元的 它的包裝是一個牙膏狀 是膠 然後打開後 裡面會有一個泵泵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包裝的 雖然它是膠 但是它還有一些金色 好像金碧輝王 搭得起這個牌子 還有它這個牙膏 是會比這個瓶妝更加不會浪費到最後一滴粉底 因為你用到最後可以這樣搖 粉底摺到最後可以用到最後一滴的感覺 然後它摺出來的時候 然後也是一個很挺身的膏狀 但是它一推 看不看都是超級無敵 很推 很薄 很水 你會看到它的光澤感也是很強的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它會像什麼呢? 它是像一個粉底 混合了這些Cordelie Moisturizing Sorbet 它們的質感真的超像 而且它推出來 是會涼涼的 很水的 所以用上臉 在夏天來說也是一個挺舒服的 experience 但是它那個香味 我就稍微有點重了 粉底本身是挺保濕的 我都有說過它的質感好像混合了一個護膚品 所以用上臉 它是中度遮瑕 它是去不到高度的 而且如果你一直堆疊上去 它會口裝的 所以你不要期望可以用它去疊幾次 去建造一個遮瑕度 我覺得是不OK的 在我身上我不會用這裡 我是在額頭以下這些位置 是完全不會用妝的 但是這個位置我會出汗的 所以如果出汗的時候 它都會很容易抹掉 這是一個小缺點 之後它是一定要用碎粉的 否則連我這麼喜歡光澤的人 我都覺得太強勁了 它的光澤感 因為我是一個上妝都很心急的人 所以我用完上面之後 我依然會覺得好像有點黏 但又不是很黏的 總之會覺得 我的臉不是很清爽 我很怕出汗會黏塵的話 我還是會上碎粉的 而且上碎粉之後 它的光澤感會減弱一點 那時候我覺得是最美的 而且這個粉底是不會變暗 不會變灰的 所以如果它不是因為熱的時候 會脫掉額頭的話 它是很適合 很適合 而且很完美 這個夏天的 所以可能在末夏初秋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更好的發揮功效 說完YSL 就當然是說我們的Dior Backstage Dior Backstage這個包裝 我自己就一般 我在Selfridges.com買$265 如果$300是買一個這樣的膠樽 你看到可以套下去的膠樽 我覺得真的不是很划 其次它裡面這裡 好像做了一個顏料的東西 你看到我已經用到很髒 很噁心 它這個粉底說明是要搖 然後搖完之後 它會爆粉底出來 我不喜歡 我很不喜歡這個設計 而且這裡是有個孔的 所以你每一天用的時候 都會和空氣始終會有接觸 所以我覺得它的設計 就一般 但是呢 這支粉底 是有一點點令我刮目傷腔的 因為我買完它的時候很興奮 然後第二天就馬上試用 我那一天就已經想好了 我Review的時候要說什麼 乾 很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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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這個是我的Review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那一天我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就要去曬太陽 去沙灘 然後我曬得很黑 臉很脫皮 然後我用它的時候 皮是不停地飛出來 然後卡死了 然後超噁心 我是超討厭的 那些粉底 那時候我是覺得 哎 這265元真是慘 我是真的這樣覺得的 但是呢 我就給了2nd chance 3rd chance 它就越來越覺得它很好用 它是 我沒想過一個這麼乾的粉底 是會適合一個乾肌的人用 它是很令我驚喜的之後 因為這個Dior Backstage的粉底 是說明它是Face&Body粉底 Face&Body這一種粉底 就會是一個比較薄身 做到一個2nd skin的效果 還有是美麗的 它是一個很透薄 然後好像在你皮膚上面加層薄霧的感覺 它是做到一種很薄 但是令到你臉的質感好了的感覺 我是很喜歡這個粉底 還有它的持久力一絕 我真的沒試過用一個粉底 可能我試得不多 是這麼持久的 它是完全出汗 35度又悶又熱又勾風這些天氣 因為你任何粉底都會溶到很噁心的時候 它是堅強地牢固在你皮膚上面 還有因為它是很快設定的粉底 基本上你塗在臉上就要快點推掉它 還有它是不需要上碎粉的 它是自己設定得很好 很厲害 我真的覺得這支粉底是很值得入手的 但是你要確保你皮膚狀況是在一個很不錯的情況下才用它 因為如果你的皮膚那天真的有脫皮 或者你的暗瘡有少少結膠在旁邊的時候 用它是卡到爆 超級無得卡 所以這件事是一個少少要留意的地方 還有它是會有很輕微的變暗的 大約去到六七個小時就會 但是情況是不嚴重的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它擠出來都算是一個很薄身和很柔滑 你會看到它都會一直流的粉底 然後很容易就推開 但是它設定得很快的 你會看到這樣抹開了之後 已經是很清爽的 一點都不黏的 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就要快了 而且它上第一層的時候 遮瑕度是很低的 但是這個真的是建立的 它可以上第二層 去到一個中度的遮瑕度 我不會建議你上第三層去到高度 因為它這一種很慘的粉底 如果你上到第三層的話 我就覺得比較上會太有妝感了 第四支粉底想推介 就是一個開架的產品 就是Kate的Powdery Skin Maker 這個粉底我就是在EON的開架買的 就129元 其實我自己很少用開架粉底的 我不喜歡的 我覺得粉底你要一個很漂亮的質感的妝 真的尊貴才會做得比較好 因為其實皮膚的質感對於整個妝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這一支是給了我很大的驚喜 它上手也是一個可以滴下來 但是不算很快 所以它是有一點稠 但是又不是很稠的粉底 你推開你會看到 不是那種很薄透的 它也是需要一些力水去推開它 而且它推開了 是會有少許的妝感 你會看到它是有少許的粉感 但是也是很清爽的 這個粉底它是剛剛上妝 頭四個小時 我都覺得它是可以比美到尊貴的 真的不差的 但是不要這麼心急衝下去買 你真的要是乾肌 因為我有朋友皮膚是會出油的 中性混合性的皮膚是不喜歡的 它是說它完全不控油 然後會令整個臉中 下午就會流出很多油 所以這個就真的要注意一下 我不知道之前如果用一些控油的primer 會有幫助還是怎樣 但是我真的覺得 你不要為了一支粉底去買一個primer 你要primer和粉底是相負相成 而不是為了救它而買 如果你為了救一支粉底去買一支primer 其實粉底就已經不適合你了 它在這個天氣真的不算很乾的 但是我肯定去到秋冬我就不要它了 因為它一定捱不到的 它實在是比較清爽的 而這一支Case的持久度 我覺得它去到四五個小時 都還在我臉上是很完美的 但是去到四五個小時之後 它是會變暗的在臉上 而且一樣在這些位置很容易會脫掉 去到出汗的話 所以如果你說是全天都是在冷氣 或者你每天上班都要化妝 要起碼塗底的話 我覺得這支真的很划算 而且它的遮瑕會是中度至少少高度 它又沒有去到很高的遮瑕 但是又會比中度高的 今天這個foundation review 就來到這裡了 其實本身我以為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究竟哪一支最值得買 哪一支最不值得買 但是我用了這麼久之後 我覺得四支粉底 都是有它們的好用之處 和它們不同的缺點 例如你說我有一些很重要的活動 我真的要整個臉都很漂亮的糖瓷肌 的話 我就會推薦你用Shelot Tilbury的 這個Magic Foundation 然後如果你說夏天 我覺得真的很想要一些 很透薄的粉底 然後妝感是一個有光澤的話 我就會很推介YSL的One in Glow 然後如果你說我是一個想要非常持久 我經常出外活動 或者想去沙灘 然後又不想全素顏的話 Dior Backstage這個又很適合你了 當然如果你的預算沒那麼高 每次都三四百元一支粉底 我是學生 或者我剛剛出來工作 我又不想花那麼多錢 在買一個化妝品上面 Case這個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改完之後四支我都覺得 無後悔去買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自己買到四支沒有伏的粉底 所以這次的review 我不知道幫不幫到大家 會不會悶悶去買 或者你已經在想要不要去買的時候 看完我的影片 都是真的要去買的話 我真的覺得 有點不好意思 我過不了你們的火 因為我自己買完都覺得 我是每天會 根據自己不同的狀況 不同的膚質的時候 就會用不同的粉底 所以希望這條影片你們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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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